可能飞机第一个起路要飞起来 然后看一下整个全景 因为你在空中 你在地面上看不到这个景 看完以后我们两个会协商 大概这个航线会怎么走 那个镜头会怎么去控制去运动 空拍前要先试飞看景 调整镜头视角才能正式飞行 有十多年经验的小兵和盛辉 刚接下政府新案子 空拍成都天赋新区的街景 正规五人机作业 得有一个飞手操控飞机 云台手负责监看回船画面 两人还要很有默契 想工程电线帮鸟来炸机 最怕冒失鬼来搅局 就是有些新手他没有这种意思 他没有意思 哪些地方不能飞 他可能是不是很清楚 所以就会造成很多这种丢机 现在大陆有太多人 只会玩无人机 小兵和盛辉是罕见的专业教练 每一次出任务 至少六万新台币起跳 是目前大陆最吃香的新兴行业 在大陆最夯的产业 就是无人机 未来外界预估 无人机在大陆的市场产值 将高达两千多以台币 很多人想抢这块大饼 不过先决条件是 必须要像盛辉他们这样 专业团队得先取得一张黄金正照 来到四山成都航空学校 校方和业界开办合作 无人机训练营 这位公安大哥被送来培训 目的跟别人就不一样 不像以前那种 大家都是玩 他心里就没有一个 一个法律上的界定 现在学了以后 我就知道在什么地方 什么情况是不能飞的 就比如说你飞机不能飞过 飞过自己头顶 不能到自己背后 之前我给大家说了 一个pose代表一个点 气象 飞行原理 空气力学 是必备的基础 等到理论搞懂了 才正要开始 订点360 我先订不住 学员想驾驭无人机 得从模拟器学习 百分百仿造真实飞行数据 有十多个场景切换 有草地 雪地 高楼建筑或海边 训练学员应付各种突发状况 这就是墙 看到没有 啊 撞了 对 全部撞了 这个桥上 看到没有 又撞了 就撞到那个桥上了嘛 这班学生全是新手 如今得从零开始 只要考上专业证照 前进无限 这全世界也是刚开始 以前都是军用嘛 现在刚开始没用 那是很多个各行各业 它都需要这个东西 我主要看中桥上 会很容易这款嘛 搞金融的小冯 打算一考上马上转行 因为大陆政府即将严格规定 有证照才能飞无人机 这也让无人机证照身价翻倍 很多人抢着报名考照 两个月密集班 费用十万台币上下 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 一到六天天上课 包括西南的户外试操课程 高度稍微再高一点吧 小心一下旁边有辆飞机啊 2015年全大陆有43个培训机构 只有1400多个无人机教练 录取率大约只有50%上下 还是有很多人想抓住 这一半的机会 说对这个行业完全不了解的 他们想利用这个无人机发展的 这个趋势 可能想转行 或者是遇到一些新的机会 那么同时也有些同行的这些人员 他们已经在这个行业 可能已经从事了 接近十年的这些从业人员都有 目前以成都来散 每个月至少有上百人想要考无人机证照 一旦证照拿到手 最先上门的生意就是无人机农业喷洒 本来是农业大省 然后它的政府对于无人机农业喷洒的项目 就是说比较重视 光是2014年还是2013年 就是它的这个政府补贴 都有高达几个亿的金额的政府补贴 所以说我们由此可想而知 像新疆或者其他联盟谷 像这些平原地区 那么它的这个农业喷洒 一旦普及开来的话 这个市值也是可想而知的 从世界上的角度来讲 它的商机肯定市值都是过百 现在大陆有很多农业重点省份 都想要耗无人机转型作业 全球市占率高达70%的大陆厂商 抢先机 最近推出农用无人机 一天能喷洒300到400有地的农药 大量节省人力成本 看准无人机农业喷洒商机 不只Google加入战局 Facebook 亚马逊 CHL 多家国际企业 都在跨足无人机多洋市场 无人机广泛应用 不只有单纯的空拍影像 这个空中机器人 将在大陆成为新一坡的黄金行业 厦门马拉松号称 拥有大陆最美赛道 吸引全球好手参赛 大陆正在心情路跑热潮 广告之后带您去看 一场比赛如何创造出 12亿台币商机 吸引全球好手参赛